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 我是雅琳 想要身体好 蔬果不能少 今天的封面故事 我们要来看看野菜 因为热爱环境教育 因此吴秀娟 号召了有同样理念的厨师们 带着台东自然栽种的阿比野菜 他们将花费三个月的时间 走近17个乡镇的18所国小路 2000多年前 罗马人已经把芦笋当成强生食品了 到了现代 医学研究发现芦笋的营养素极其丰富 今天的农食故事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台湾最早芦笋的产地 我的蔬食菜单 今天要示范一道夏日消暑又营养美味的塑料理 蔬果麻将凉面 红真才与夫婿两年多前 看见了许多伤害动物的新闻报道 因而起了怜悯之心 两个人要约定减少吃肉的生活 慢慢地成为素食的拥护者 因为想要让孩子用气味寄住台湾 因此吴秀娟和马爱云开启了一段 带着阿比野菜去环岛这样子的旅程 短时间之内 有许多充满热情与爱心的厨师 纷纷响应 于是就一步一步地成就了 这个食农教育之旅 清晨七点 吴秀娟与马爱云 就来到位于台南的竹门国小 着手布置起今天要上课的教室 等一下我们就变成在这边煮面 跟做汤区分开来 其实我也想让他再树下 这次让他再树下煮的感觉 OK 今天东西汤没有那么大量 应该还 之前那太大锅了 从设计 建造 绿建筑开始 吴秀娟投入环保已经近16个年头 他深知要能真正落实环保 唯有从建立根本概念做起 因此在2018年 他用野菜带领厨师志工们 走进全台十八所校园内 要让孩子们重新来体会到 环保的重要 因为一次的阿比团队进入校园的时候 一定有专业的主厨 不乏也有米其林一星的主厨 有像小马老师还是厨师的老师 那我是做环境教育的 我们还有专业纪录片的导演 野菜富裕的研发者 他们都会进来 所以每一次的阿比进入每一个校园的时候 他参与的团队都是超越五六种以上 几乎一所学校都是用三到四堂课 把一个活动完成 然后又导入了产业的概念 这样子的方式即便校园里面 他不能长期的一直去办理它 可是他每一次在校园里面 都产生很大的激障 你吃饭你可以只是吃便当 你也可以在你的餐桌上面 然后插一点小花小草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最主要在讲生态饮食 我们在讲生态 在讲环境 我们就是零下多层次栽种 所以我用这些植物做出零下多层次栽种的概念 今天课程的主角 是来自台东山林间的阿比野菜 指的就是生长在阿拉比卡咖啡树底下 自然栽种的野菜 这样的野菜自然营养又健康 而且是前一天刚刚宅配到的新鲜货 阿比野菜让孩子去认到的整个的农业的农法 他看到农夫对于土地还有作物的那个心 就是保护这块土地 他因为保护这块土地 他选择不用药 然后他不喷除草剂 然后让这些所谓的杂草 野草 然后跟大树跟它的作物一起生存 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很良善的循环 台湾胡椒叶 好 来 没有辣辣的 大家试一下 你可以吃小片一点 你吃这么大片哦 很香 先闻一下它的味道 有这么呛吗 不会 接着上场的马爱云老师 是一位充满热情与爱心的烹饪高手 他擅长将信手拈来的大地植物 摇身一变都成为他餐桌上最美的风景 农药把它喷在菜上头 如果农药的药剂量还没有过的时候 你就把它采来吃 你会生病 人会生病 如果你农药把它放上去之后下雨了 农药又流到泥土里头去 土地会生病 所以张贝贝心里面就在想 台东这个地方我每一次来 身体就会变健康 如果我把它用农药下去的话呢 植物会让人生病 农药又会让土地生病 所以他要当个好农夫 他一定不要用农药 透过野菜来认识这块土地 这是阿比环岛的任务 也是这趟旅程的目的 但这也只是个开端 听了秀娟老师的生态教育的课程之后 虽然只有40分钟 可是孩子他有一个轮廓 然后这个时候土地的这些野菜 他跟他产生的连结 我们不期待孩子可以变成大厨师 因为一堂课 但是孩子会因为上了这堂课之后 他理解了一个关系的串联 然后他能够透过吃 他可以有责任感跟使命感 因为他知道农夫很辛苦 他知道这些野菜 他长在大自然里面 他知道他要选择什么样子的食物 擅长把料理跟生活连结在一起的主厨马爱云 和一群年轻的厨师志工们 担任起让野菜变美食的魔法师 并且运用各种不同的烹调方式 让孩子从中学习产生兴趣 愿从台北南下担任厨师志工的安德瑞 与卡提亚夫妻 觉得这样的推广食农教具计划 十分有意义 也让自己获益良多 来 谁要豆蛋的 我 我豆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紧 因为很多菜 其实我们也是在路上看到 在山上看到 甚至是我们去一些野菜店 都是看它的外形 然后想说吃吃看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 菜的种类 生长在意大利的安德瑞 从小就开始学习家乡食材的知识 对于能够参与今天的活动 除了认识台湾的野菜外 也对于推广珍爱土地观念 向下扎根的用心非常认同 在以在谈计者是在本地的关系 因为我们非常关注于我们的 продукты 我们的品牌 的 продукты是从我们的所有东西 是从其他人的东西 比如你说今天的菜就是那个大科 一早然后从四十公里的地去采来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它有不一样的意味 更尊重的那种心情吧 也不是你去超市买一把蔬菜 上面标的价钱 然后就放到菜篮里面那样子的消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从事这样子的工作 你非常需要知道它的种植的方式 或者是它的环境 你比较好去运用在料理上面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我们先来参加一个参与的参与 首先因为我喜欢我的孩子 所以我们一起玩和他们一起玩 我们学习的参与的参与的参与 这些参与的参与的参与 这些参与的参与的参与的参与 台湾必须要发现 必须要保持平安的参与 今天的任务是要带着孩子 一起把阿比野菜煮成一道道五星级的美食 有变一点点 招河草 没那么 还算好吃吧 还OK 你要吃 怕了对不对 对了 透过盐 手 口 鼻的五官感受 深刻体验好农夫种出好野菜的好滋味 把台湾的好一口一口吃回来 黏黏的还不错对不对 野菜它虽然有点奇怪的味道 我们跟我们平常吃的不一样 它可能有一点点色 它可能有一点点黏 有一点点苦 但是野菜跟披萨会不会是好朋友 野菜跟烘蛋会不会是好朋友 那野菜跟意大利面会不会是好朋友 那小朋友就会 他就理解了那个关系 对 那我想这是一个味觉的开启 那是一个新的连结的一个开启 这一场场野菜和小朋友的相会 让这群厨师志工们 体验到厨艺工艺的快乐 也在活动中提升了 对环境的意识与尊重 孩子们也在无感体验中 学习尊重食材和珍惜农夫辛劳的成果 张大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我爱你 你好 谢谢 我爱你 好棒 其实我们都知道语言的力量 爱的力量很重要 当大家很大声地说我爱你的时候 我想整个宇宙 整个土地都在共振 能量都在共振 而且你是喜悦的 你知道今天这一餐是充满爱的 台南竹门国小一向很注重食农教育的学习 因此对于这次阿比野菜环岛去 不同于以往的教育方式 以女孩子重新思考的内涵 非常的认同 今天不是说我去摘野菜来吃而已 其实从重视土地的这里开始 它要激发 它要让小朋友去深思我们在这样的活动的意义 我觉得我们现在传导小朋友 今天不是只有我们不要去怎样 而是我们可以再去做什么 今天学到的野菜有很多种 这些都是天然的很好吃 所以也要去跟一个很棒的农夫去买天然的野菜 也要去关怀农夫 因为他们很辛苦 起来感恩 我们要感谢谁呢 我们要感谢大自然 感谢大自然里面的动物 鸟类 昆虫 还有植物 我们要感谢谁 感谢阿比 对 那还要感谢阿贝 阿贝帮我们采了野菜 我们还要感谢谁 我们还要感谢你看 馋在叫了 对不对 我们要感谢大自然这些美好的事物 好 我们说我爱你 大声的我爱你 我们就开动 一起说开动 一 二 三 我爱你 开动 开动 先喝它 然后告诉我魔法有没有产生 很好喝啊 阿比野菜进校园 不只是推广食农教育 其实最大的用意 是要让平常忙碌的厨师 有实际参与工艺活动的机会 也能借此重新认识台湾这块土地 他们理解食材跟食材的关系 他可以做出一道料理 那食材跟厨师的关系 他可以决定他要料理什么样子的风味 厨师一手牵动的农业 那厨师一手牵动的餐饮业 吴秀娟说 全台湾的厨师 都可以把台湾变得更好 因为我们的土地 就有很棒的产物 但需要让台湾各个领域的人看见 最大的愿景 就是把台湾卖给台湾人 那自然农法的食材 其实不用比欢道 大家也都知道 这些食材 这些野菜 其实对我们的环境是有帮助的 可是如果他今天要真正成为台湾 可以流通的商品的时候 他必须给谁是真正食材 使用者会被大家信赖的 那个叫专业厨师 我想要喊一句话 叫做全台湾的厨师 都可以把台湾变得更好 然后他的更好的方法是 他的这个料理的动作 他的专业技术 可以是生意 他透过料理动作 他会赚到钱 可以是他的 他的料理技术 可以是他的生意 也可以是他的工艺 因为他帮助了教育 厨师才是真正食材的采埋者 而且他的采埋 对台湾的家庭主妇 是有影响力的 马爱云说 离土地最近的人 是最富裕的人 要关怀土地 最简单的动作 就是透过日常饮食 来实现 如果野菜 孩子都能够挑战了 更何况是一般的蔬菜 那为什么他会愿意 因为他知道他有责任 更何况 每一个在地 各县市的这一些 友善土地的农友 耕种的 好吃的蔬菜 你愿意吃的那一刻意味着 你的父母亲在消费它 你的父母亲在买的那一刻 农民就正在种 那些所谓的野菜 他们就是在保护台湾的 地皮植物 正在让所有的大树跟动物 跟着你的每一口饭 一起火下来 那台湾的好不就回来了吗 灌装鲁笋汁是许多五六年集生 共同的回忆 也是夏天生津止渴的好食材 但是你知道吗 台湾鲁笋产量在60年代 曾经是全球的首位 在全盛时期 鲁笋曾经赚进超过30亿台币的外汇 成为农业外汇最主要的来源 那在美国 德国 意大利 法国等等 都可以找到Made in Taiwan的鲁笋罐头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今天的农食故事 虽然近年鲁笋产量大幅缩水 不过在民国63年间 全台鲁笋种植面积有17000公顷 外销罐头450万箱大赚外汇 当时鲁笋的主要产地在 嘉义 屏东 云林 其中集中在东石沿海 六角乡的嘉义产地 面积超过有1000公顷 产量居全台之冠 有鲁笋王国的封号 神龙本草精将鲁笋列为上品之上 在美国癌症学会所推广的 30种蔬果抗癌食物当中 鲁笋则是排名第16位 正是因为鲁笋富含叶酸 和独特的天门冬素 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因此被公认是具有极佳防癌效果的 所以经常食用 可以提高机体代谢能力和免疫力等等 是现代非常受到欢迎的高营养保健蔬菜 炎炎夏日胃口不好吃不下饭要怎么解决呢 其实凉面就是一个开胃又清爽的最佳选择 来自彰化的店老板汤明德 今天就透过他的巧思 为我们示范一道多彩又营养的 蔬果麻将凉面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汤明德 今天要教大家做一个蔬果麻将凉面 那今天的材料方面有小黄瓜 红萝卜 玉米粒 黑木耳 番茄 还有凉面 调味方面就是有乌醋 麻油 白砂糖 熟的花生片 熟的白芝麻 酱油 冰水 那步骤我们先把熟的花生片 砂糖跟白芝麻 放进去果茄汁里面打碎 接下来我们把麻油 乌醋 酱油跟冰水混进去里面打成今天要用的麻将 这样子要注意的方面就是不要打太久 打一分钟就可以了 太超过的话 那个会太乌 然后就会影响口感 接下来的步骤是我们把小黄瓜跟红萝卜切成丝 番茄切成丁状 然后黑木耳切成丝 用滚水去汆烫一下 好 最后我们就是把刚刚切好的红萝卜丝 小黄瓜丝 玉米粒 番茄丁跟黑木耳丝 铺在我们的凉面上面 再把我们刚刚打好的麻将淋上去搅拌均匀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蔬果麻将凉面就完成了 今天要介绍这道菜给大家的目的是 要大家吃素吃的健康 追求健康就是要吃它的五行 就是吃到五个颜色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试试看 因为不忍动物生命的逝去 让红针彩汉夫婿开始了舍肉如素的生活 从一个星期到一个月 他们发觉转变饮食习惯其实真的不困难 为了推广护生的理念 于是不善厨艺的两个人开了一间素食餐厅 希望能够用评价与美味 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家位于嘉义市区的蔬食空间 让如素的吕嘉云一家人非常喜欢 除了餐厅的空间宽敞 与温馨布置 让人感到放松味 最大的原因 其实就是独具特色的 西式异国素食料理 我是喜欢吃它松露系列的东西 就是松露炖饭 还是说松露意大利面 就是还蛮有特色 它的东西不会说很油腻 不然正常意大利面其实做得还蛮油腻的 大人跟小朋友都会接受 家义市很少像这一种店 虽然餐厅才开幕没多久 但却因为料理的美味 而掳获了许多客人的心 红真彩与夫婿 运用过往旅游时所品尝到的 异国葷食风贵 改良成无肉的素食料理 像是这道仿效新加坡的丽莎素面 就是她用心观察 与创意研发的成果 它有咖喱的味道 然后有一些 姜黄 南姜 然后香茅 一些就是南洋风的香料 然后我是觉得还蛮特别的 那我又另外把我们台湾 就是传统的九层塔 把它加进去 结果意外的更提味了 红真彩还使用了台湾人爱吃的 豆腐乳入菜 意外的造成了不错的回响 我们有一些炖饭 焗饭之类的 我们就想说 那腐乳辣辣 咸咸的味道 其实如果跟白酱 会不会也搭呢 那就实验的精神嘛 那这样子搭起来 还意外的好吃 而且点餐率也还蛮高的 虽然不是餐饮专科出身 但红真彩与夫婿 却坚持在嘉义开设平价素食餐厅 而且耗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做筹备 并且不断地研发菜单 最大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两人 对动物的疼惜与护身的理念 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高速公路 然后看到一台载租车 然后我老婆说 你这个车要去哪里呢 她说要被杀 不然要去玩吗 就觉得很不忍心 那么可爱的动物要把它吃掉 我就跟老婆说 不然我们就先来试试看一个礼拜 然后我们来吃素的 然后看会不会怎么样 这样子也过去了 然后现在已经吃了两年了 觉得身体要越健康 然后觉得越来越舒服 而且动物的话也蛮快乐的 既然决定用蔬食与大家结缘 这样的良善事业家族 也尽全力支持 除了公公提供店面外 天然食材中的当季鲜书 则是采自洪真彩母亲 细心呵护的菜园 大概一半的材料是来自于 我姓洪嘛 所以我妈妈叫洪妈妈菜园 牵制我父亲就是往生 他就把照顾爸爸的心理 全部用在他的菜苗上面 结果不得了了 就是大丰收 那时候我真的心想说 这么用心种的菜 而且没有农药 没有化学肥料 我觉得这是长辈给我们 满满的温暖跟爱 就像春天的太阳一样 那我们也期许说 可以把长辈给我们的爱 就让我们来对待我们的客人 让大家说能把吃混的朋友 来介绍来这个素食餐厅吃 就把它当成一个放生池 今天大家少吃了一只鸡 一只鱼 一只鸭 我们就等于说放生了一只鸡 一只鱼一只鸭 把这个理念传达给大家 因为动物真的是太可爱了 因为不忍动物生命的逝去 让红真彩与夫婿 开启了舍肉如素的新人生 他们也希望能够将这样的理念传定出去 让素食餐厅成为善念的媒介 完成两人慈心互生的心愿 只要用心野菜也能够烹煮成一道道的五星级美食 吴秀娟和马爱云希望透过食农教育的学习和成长 让孩子有机会影响大人的消费习惯 来支持更多的农夫投入自然耕种的行列 土地与环境的永续就能够有更好的友善利用 因此只要有心 其实孩子们也能够成为永续环境的推手 让我们一起一口一口把台湾的好吃回来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